我有一个修无情道的师姐 一开始我们结为道旅 他却在道旅大典之后杀了我 一剑刺穿我的胸口 飞升的路上不需要男人 你不过是我的垫脚石罢了 我捂着血窟窿忍不住吐槽 不爱就不爱 何必给我一剑呢 师姐一心修炼天道 可他却不知道 我才是天道老祖宗 本小爷俗名江凡 作为剑宗的一名外门弟子 自认为浑身上下唯一的优点 就是这张脸 不是我自夸 全纵的没有比我长得更帅的了 所以 哪怕我修炼天赋笨拙如猪 还总是偷懒耍华 师姐师妹们依旧对我暗颂秋波 晚上回到弟子居所 我的门前总堆满奇珍一宝 临时鲜露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识小调 极度我的师兄弟 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说 姜凡 你就仗着长得好看 每次听到这种话 我都微微一笑 多说点 我爱听 看着师兄弟 被我的不要脸气到吐血的样子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错 我表面不学无术 混吃等死 实际我是从神界下来历劫的 按照凡人的说法 我是一位呼风唤雨的大神仙 神界的日子古板无趣 那帮飞生的小仙 每一次看见我都恭恭敬敬地 称呼我一声 神尊 太没意思了 于是我干脆封印修为来到人间 体验下不同的生活环境 第一次来到人间 穿着华丽 眼底染着清澈的我不出一天 就遇到了一伙山贼 他们把我堵到悬崖峭壁 山贼头目罕见的 是个穿着瘦皮的女人 女山贼看着我 挑了下眉头 好聚的男子 抓回去给我做第一个零七个压寨相公 你们别过来 不要啊 我学着女子般楚楚可怜的样子 去诱惑他们 赶快过来抓住我 毕竟在神界 谁敢这么对我 倒是那帮山贼犹豫了 他们就没见过这么娘娘腔的男人 而且浑身上下恨不得写着 快来抓我 这几个大字 他们被我骚到了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的剑气 从空中劈开 带来的冲击 一下子使得山贼全部晕倒 救我的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自称剑宗的长老 原是下山游历 刚好遇到了被山贼欺辱的我 老头叹了口气 感慨苍生不易 还说与我有缘 一定要把我带进宗门 我 剑宗好玩吗 老头汗手 当然 我毫不犹豫地 跟着老头去了剑宗 败入师门 救我的老头 来剑宗陈远道长 他说我骨骼惊气 潜心修炼必有一番作为 说不准能飞升 可是我不想啊 这次下凡 只想做一条咸鱼 败入宗门一段时间 我发现陈远道长说的剑宗好玩 指的是 凌晨就得开始打坐 白天匹柴重灵要强身健体 晚上背诵经书 半夜 还要和同门弟子切磋 俗话说得好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我每天不是吃就是睡 闲得没事聊聊小师妹 气气师兄弟 为了能更好地做一条 百无一害的咸鱼 我特意把自己的修为 压制最低 陈远道长好几次看不下去 想找我谈谈 最后都被我脚底抹油躲开 人间的十年 对我来说 不过谈指一挥间 品尝过了同门情义后 我开始琢磨爱情 爱情啊 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我这个绝世美男子 想要选一位女子 结尾道旅的消息传出去 很快轰动了三件 不过地震最严重的 还是妖界 半夜睡觉的时候 我迷迷糊糊的感觉 有什么滑溜溜的东西 在我的身上游走 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对上了女妖妩媚的眼神 女妖吐出蛇性子 那么长的舌头 寸不着履的贴近我 小凡凡 不如跟姐姐在一块 姐姐保证你以后 每天都能体会去西天的快乐 谢谢 晚句了哈 我一时接受不了 女妖千奇百怪的造型 以我们在一起 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我又拒绝了对方 然后就是单休小师妹 听说她每天 把炉子都烧冒烟了 以前单休小师妹 最多五天练一颗仙丹 现在一天练五颗仙丹送给我 甚至还玩起了花样 有苹果 白酒味的仙丹 供我挑选 小师妹很好 但是没感觉 就是没感觉 更何况 我最喜欢的是 烧鸡味仙丹 一一拒绝之后 我看中了 建宗门内的大师姐 陆瑶 理由很简单 陆瑶修炼的是无情道 长相清新脱俗 却不染尘埃 绝对不会主动 靠近任何一个男人 宛如宗门一朵 出淤泥不染的高岭之花 而我姜凡 一身反骨 主要就是太闲了 给自己设一个 地域难度的目标 于是 陆瑶出现在哪 我就会在哪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陆瑶 我刺起一口白牙 露出一个自认为 帅裂三界的笑容 师姐好啊 陆瑶直截了当地 掠过我的身边 拿我当空气 看不见我不要紧 那我就绞尽脑汁地 让陆瑶看见我 我煞费苦心地打听到 陆瑶面对那种 楚楚可怜的小师妹时 教导心法十分温柔 我干脆换上一袭白衣 披落长发 半夜去她的居所敲门 神色无辜地说 师姐 师弟想要被你疼 那天晚上 我被露瑶揍了 整整四个时辰 我的惨叫声 从弟子居想到后山 听说原本在后山 修炼的陈远长老 听到我的惨叫 差点走火入魔 这招不行 就换一招 露瑶打坐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护法 替她赶掉蛇虫鼠蚁 一天下来 我的手都酸了 露瑶看见后 仅仅说了一个字 滚 滚是不可能的了 露瑶虽然身为大师姐 不过脾气太傲 总是无意间得罪人 有一次 她得罪了另外一个宗门的长老 眼看着双方 要拔刀对质 我出面替露瑶 陪笑脸周旋 这才挽回了局面 事后露瑶说 我只懂得像强势低头 谗媚小人 我笑着说 大师姐你灵力深厚 打起来自然不惧 但在场的还有一群小师弟 小师妹 他们若受伤或者死掉 他们何其无辜 露瑶皱了皱眉头 第一次没有反驳 或者让我滚 而是沉默地思考片刻 一日我发现 露瑶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 转眼间百年过去 修仙之人不易衰老 露瑶依旧是那副 清清冷冷的样子 可是私下里 会对我露出不一样的态度 我百年如一日地讨她欢心 外出游历 看到任何新奇东西 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露瑶 我拎着两瓶好酒 赶回了剑宗 笑道 师姐 这可是千里之外的穷江玉露 要不要喝一口 露瑶浅浅一笑 我们拔展对月 兴致盎然间 露瑶零剑出窍 曾经御敌才拔剑的露瑶 为了我舞了一段剑舞 月盘高悬 女子一袭白衣 姿态伶俐且灵动 晚风吹拂 带起素素海棠花瓣 如梦如幻 酒美花美人一美 我的目光始终落在露瑶的身上 我意识到 自己越来越舍不得她了 多年的朝夕相处下 我动了繁星 我却忘记了 繁星也就是人心 有时最为真挚 有时最为变幻莫测 露瑶提出 结为伴侣的那一日 我喜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喜悦 是我捉弄八百个同门师兄弟 都无法比拟的 恭喜庆贺的声音 从四海八荒分至踏来 姓姜的 你能把剑宗大师姐拿下 真是无备楷模 姜师兄 上一次将面摇摇一剑 我便一剑倾心 能给小女子一个机会吗 最多的还是不敢相信 我一个游莲花草 朝三惹四的海王 居然收手了 还取走了修为最高的大师姐 又是一天 露瑶去风头打坐 修炼建议 我摘了好几个果子 摘之前我特意看过 确保个顶个的甜 姜凡 听到女人熟悉且清朗的嗓音 唯独在呼唤我的名字的时候 会染上一丝女儿家的娇羞 我运转灵力 用最快的速度 来到露瑶的面前 伸出手铝开 有些遮住她的发丝 眉头微微一簇 进阶又失败了 露瑶清亮的眸子一按 漆黑纤长的睫毛 有些失落地垂着 轻轻地 嗯 唯一声 平日里 露瑶是剑宗的大师姐 需要言语律集 给全宗门的人 做一个表率 外人眼里 她是宗门百年一遇的 天才大师姐 在我这儿 她只是一个脆弱 偶尔还会钻牛脚尖的女人 没关系的 我轻轻地捧起她的脸 轻声地安慰 陈远长老说过 飞升这件事 要慢慢来 露瑶的衣袖破了一截 面色苍白 一看就知道 是拼命催动灵力 导致的反噬 露瑶的修为已知大成 距离飞升 仅差临门一角 她天生灵根深厚 用世俗的话讲 就是不修仙可惜了 剑宗为了培养她 几乎用尽所有办法 助她顺利飞升 我把摘的果子 送到她的面前 笑着说道 快吃吧 我发誓 每一个都特别甜 你不是最喜欢 后山峰的果子吗 露瑶一正 可能是没想到 她随口说过的一句话 我竟然会放在心上 江凡 露瑶吃了一口果子 青丝遮住了她的水眸 我想尽快和你结为道理 我一愣 随即第一次 有些腼腆地擦了擦鼻尖 你瞧瞧你 这么心急 想当我的夫人了 露瑶语气认真的说 嗯 很急 她放下了果子 然后趁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点起脚尖 这个吻带着果子的清香 果然很甜 我反手搂住了 女人的鲜鲜柳腰 加深了这个吻 我却自始至终都没看到 暗处露瑶 原本炼焰芳华的毛子 摇曳过晦暗不明的光芒 说干就干 道理说节就节 我这个都记不清 自己多少岁的老神仙 就像一个十几岁的矛头小子 冲进了陈远长老的卧房 长老 我要和大师姐结为道理 陈远长老语重心长地捋了吕白须 好似早就料到了 会有这一天 语重心长地说 你小子 修炼还算有前置 可惜性子不稳 你若执意要和陆瑶在一起 你万万要好好对人家 我一拍胸膛 保证一生一世 都对陆瑶好 听说妖界有一种布料 制成嫁衣流光易彩 我托妖界大姐帮忙 获得一品 妖界大姐扭动着水蛇腰说 想好了 真要跟那个冷血女人结为道理 同样都是冷血 为何我不行 我笑着说 爱情啊 它就是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 担休小师妹 听说我要截道理 眼泪都快枯干了 连续好几天不曾生炉子 我无可奈何 毕竟我这颗心 只能撞一个人 我还把曾经说过的情书都烧了 我发誓上天入地 没有一个人 比我对陆瑶更真心的了 马上我会成为陆瑶的丈夫 是他这一生的靠山 到旅大典之前 我问陆瑶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陆瑶说他爱我 他自愿和我结为夫妻 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因此准备和他结为道理之后 就摊派真实身份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要留作给他的惊喜 我满心欢喜地等到了道理大典当日 宗门上下张灯结彩 每一处都贴着大红的喜字 陆瑶身穿七彩嫁衣 披着盖头 嫁衣和我预料的一样 如云霞般变换颜色 总算应付完典礼的流程 来到居所我急不可耐地掀开陆瑶的盖头 还没来得及换一生夫人 迎面赐来一股凌冽剑意 剑刃深深刺进我的胸膛 没入三寸 我的嘴角渗出了血 目光从剑刃转到陆瑶面 无表情的脸上 刺穿我的事 陆瑶的本命剑 是我陪他练花了七天七夜 甚至陆瑶到最后一阵历劫 我暗中帮了他 为何 一道人影出现在门口 曾经救我一命 对我和蔼可亲的陈远长老 冷着脸说 陆瑶 再给他一剑 彻底了结他 被背叛 被出卖的愤怒萦绕心头 我死咬牙关 瞪着陈远长老和陆瑶 电光火时间 我想起陆瑶对我说过的话 江凡 你对我有意 但是我继修无情道 情爱之事 必须告知师尊 江凡 师尊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江凡 师尊说 我们结为道理那一日 他自然会来喝喜酒 陆瑶的师尊神秘许久 我在宗门打听过 始终不知道 陆瑶的师尊是谁 原来如此 原来我被陈远长老 和陆瑶这对师徒 耍得团团转 可笑的是一开始 救了我的陈远长老 这一刻却高高在上地对我说 江凡 唯有你死 陆瑶才能飞升 陈远长老哼了一声 开口道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 老夫便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救你乃是偶然 但是这么多年 你修炼不见长径 实属废物一个 剑宗千年才出一个陆瑶 祝他飞升 是宗门所有人的使命 因此 你这种废物 能为陆瑶牺牲 算得上你做的最后一件功德了 我这句身体 说到底 不过是一句肉眼凡胎 失血过多 导致我的耳畔嗡嗡的响 但是有几个关键字眼 我记住了 陈远长老的意思 我这种废物活该被利用 我们全宗门的人 都应该为陆瑶牺牲 哼 他这么说 全宗门的人知道吗 原来我下凡之后第一次动心 竟然会爱上这种猪狗不如的人 我原本打算和陆瑶结尾道理之后 自曝身份助陆瑶飞升 现在想想 怪不得陆瑶如此急切地想与我成婚 风流倜傥 却百无一用地 我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我是他们精心挑选好的垫脚石 一个作为陆瑶飞升的最佳苦情男主角 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自愿嫁给我是假的 果子是假的 剑舞是假的 从前的种种 不过是陆瑶逢场作戏 陆瑶一生修炼无情道 天资甚高 从未遇到过瓶颈 而飞升的关口 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突破 于是 他和陈瑶长老商量 决定杀了我向天道证明 他的无情道 修炼得多么出色 呵 呵呵呵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 眼眶泛红 却死活不让眼泪落下 作为天道老祖宗 在一个人间女子身上 跌了个跟头 已经是奇耻大乳 如若我再为此哭上几滴眼泪 估计传上九中天 我这个老祖宗 直接先解算了 陈瑶长老皱紧眉头 上前一步 江樊疯了 陆瑶 快杀了他 杀了他 你一定能立地飞升 我扭头和陆瑶对视 他清冷的眸子无情无爱 只有对飞升的渴望 也是 为了飞升 他不惜装作心属于我 柔情密意他 都能装出来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灵剑刺穿我的胸膛 我死了 这句樊胎 承受不住灵剑喷勃的剑意 洋洋洒洒的画作 凡尘消散 灵剑 光当 一声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陆瑶的双手 沾染上了鲜血 有一些鲜血 甚至喷溅上了他的 嫁衣之上 被染上鲜血的地方 嫁衣顿时失去了 原本的色彩 变得灰扑扑 师尊 你交代的我都做到了 我杀了他 好 陈远长老满脸急切地催促 陆瑶 快些去闭关 此刻是你飞升的最好时机 是 陆瑶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飞升 他捡起地上的灵剑 甚至没擦去沾染上面的鲜血 即刻去后山闭关 二人匆匆离开 丝毫没发现 一道虚无缥缈的庄严宝像 站在云端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仙剑 大消息 好几百年了 人界终于要飞升上一个人了 真的假的 天道选人飞升条件严苛 新鲜的上 先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能飞升和已经飞升 是两码事好不好 哪怕修炼的再牛 入不得天道的眼 有什么用 说话的仙人摇摇头 天道的赤连上仙 拒绝让此人飞升 为什么 不知道 不过赤连上仙的意思 大概就是神尊的意思 你如果实在好奇 不如自己去问神尊 提到神尊 仲仙纷纷摒弃宁神的摇头 仙界自有一套天庭体系 哪怕成为仙者 上面依旧有管他们的天道和神尊 九中天 莲池水声缠缠 鸟鸟飘着浓郁的仙气 一朵灿金色莲花徐徐转动 莲芯散发着赤色霞光 吸收着天地万物的灵气 苏然间 莲芯闪烁一彩 数不清的流光 穿梭会成一个人形 我坐于金莲之上 伸了个懒腰 睁开眼眸 看了一圈熟悉的景象 顿时明白过来我这时 回到神界了 充盈的灵气 源源不断地围绕在我身边 这里的灵气 哪怕只有一点点 都是剑宗渴望不可求的 我赤足踩着灵池而行 霞光化作白金法袍 烈烈而动 我每一步脚下都会盛开金莲 拖着我不染尘埃 而我诞生的那朵硕大金莲 一步一驱地跟在我的身边 我走到灵池岸边 沉声道 孙子 滚出来 老祖宗 一个脸淡娇嫩的小女娃 闪身出现 额头点缀着一朵莲花形状 哪生哪气的样子 让人一看就欢喜 我于天地万物中诞生 修炼千亿年位列神尊 而小赤莲 则是我打坐的莲花幻化成形 天生具有神格 位列天道之一 小赤莲从出生那日 就换我老祖宗 我想让他喊我哥哥 然而最后以失败告终 他说 我这个岁数就不要装嫩了 眯起双眼 我慢悠悠地说 都知道了 小赤莲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轻轻地 嗯 来一声 这小家伙不放心 一直偷偷窥伺老祖宗的下凡生活 我问 陆瑶呢 老祖宗放心 像陆瑶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 居然欺骗你的感情 妄图飞升 连连我啊 身为天道主事 世间想要飞升之人 必须经过我这一关 我肯定不会让伤害老祖宗的人 飞升成功的 小赤莲看似人畜无害 骨子里 还是有我的几分影子 虽然 是由坐下莲花幻化成形 实际上 我早就将小赤莲 看作我的敌青血脉 看着小赤莲粉雕玉琢的样子 既是天生的神格 哪怕一百个陆瑶都比不上这小奶团子 我摇摇头 陆瑶的事 你不必插手 顺其自然便可 无论陆瑶飞升与否 最终都会落在我的地盘 有我在 还怕他这次能翻腾出什么水花 倒是你 我用灵力凝聚成一把扇子 不轻不重地 敲在小赤莲的额头 你虽是天道主事 却并非天道唯一的主人 这般任性妄为 就等着那些人 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吧 可是 我漫不经心地展开折扇 对付陆瑶有的是办法 没必要脏了自己的手 明白吗 小赤莲认真思索片刻 黄若明白了什么般点点头 几日过去 青秋来信 青秋小公子 约我去日昼镇采买 日昼镇乃三界相邻的地段 不光有凡人 时常出现妖兽 仙者 民风杂乱 因此时常有别出心裁的工艺品 重新回到这九中天的凌池 我都快憋死了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这位青秋小公子的请求 青秋小公子萧黎 看见我时 双眼放光 紧张兮兮地搓了搓手 没想到神尊能答应我 我连忙用折扇 打断他的寒暄刻套 虽然我辈分大 不过我和这帮小辈 相处得都不错 萧黎就是其中之一 我让萧黎赶紧舍去 这些繁文入节 萧黎一双 狐狸眼弯了弯 嘿嘿嘿 这不是和神尊好久不见了吗 我问 你约我买东西 是要送人 花神三千岁的诞辰快到了 所以 看着萧黎吞吞吐吐吐的样子 我就明白个大概 我的灵香实在过于招摇 天地万物灵气都汇聚在我身上 美得雌雄莫变 即使是 一向以美貌出名的青秋糊足 萧黎看见我灵香的第一眼 就被迷晕了 我捏了个绝 掩盖住超凡的灵香 萧黎在日昼镇的摊位上 看中一串紫仙金的手链 摊子的主人 是枉死千年的冤魂 脾气倔强 价钱上不让分毫 张嘴就要一个品接非凡的法宝 萧黎哽着脖子讨价还价 我转了转折扇 百无聊赖地 打算去找个小酒馆听听评书 小心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席向我 萧黎忙不迭出声提醒 我条件反射地伸出手 将席向我的小东西 抓尽掌心 摊开发现 竟是一枚玲珑耳坠 哎呀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神尊呢 这阴阳怪气的语气 我抽了一下嘴角 看向了不远方 来者不善的西海龙王 他叫白景 一百年前西海老龙王仙宇 作为嫡子自然而然的寄人 白景长相不如我 但论起花花肠子 我都甘拜下风 西海龙王膝下一儿一女 长女一心修炼 从不管世俗的杂事 常年不见龙女 白景却不一样 这位做西海龙太子的时候 就经常惹是生非 先是调戏了四海最美的棒金公主 又迷得月仙妃她不嫁 关键白景男女通吃 就连小赤连这种长相脱俗的小团子 都不放过 上次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小赤连差点被她一根糖葫芦片走 勃然大怒的我 一脚将白景踹出灵池 后来听说我那脚 差点把白景的仙骨踹断 差一点点就原地仙雨 为了这个不省心的儿子 西海老龙王不止一次登门拜访我 赔礼道歉 我出生灵池 灵池属水 天生和四海的龙王 有一股亲切感 看在西海老龙王的面子 我没再为难白景 往后再看到对方总能忍责任 不过落在对方的眼里 就成了她三番五次 蹬鼻子上脸的资本 白景一脸嚣张地打量着我 哼笑了声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大姐还没出关呢 我白了她一眼 我认识白景的大姐 心想 白景就是仗着她大姐闭关 没心思教训她 真动起手来 我都给严阵以待 对付白景的姐姐 对方教训白景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我直接把白景当作空气 转身要和萧丽一起离开 白景讥笑 你跑什么 堂堂神尊看见我就要跑 传到九中天 怕要被人笑掉大牙 我捏绝幻化的样子 被白景看穿 我冷冷一笑 对萧丽说道 谁在说话 萧丽心有灵犀地配合道 是一条长冲 白景刚学会幻化人形的时候上岸 看到凡人吓得尿了裤子 当众险刑 被路人围观长冲 白景此生最恨的 就是被喊长冲 闻言 白景的脸 一下子阴沉下来 见她似乎心有不甘地 还想继续纠 我冷着脸叫她滚远点 之所以一直忍着她 不过是给仙允的 西海老龙王面子 发生什么事了 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骤然握紧了折扇 天下的巧合太多 就连我这个神尊都没料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到 刚飞升的路遥 不过路遥并没有看我 而是唇角淡淡地勾起来 温柔款款地看着白景 白景风流潇洒地搭上路遥的肩 笑道 没事 只不过见到几个旧香石 萧丽面色一僵 下意识地以为 路遥是白景星勾搭上的妹子 露出同情的目光 正好介绍一下 这位是青秋小狐狸 这位来头就大了 神尊之名响彻三界 不过说到底 不过就是一个 思想腐朽的老头子罢了 我挑了一下眉头 看来我那一脚 还是踹青了 我那一脚 不会把白景的脑子踹坏了吧 正巧路遥看了过来 整个人愣住 姜凡 我眉头紧锁 但 老子明明给自己容貌下了封印 难不成法术失灵了 不过下一刻 路遥就道了歉 是我认错人了 尊者的相貌 相极了 我曾经在凡间的道理 我没有说话 脸上维持着风度的笑容 内心里早就快气炸了 萧黎问 仙人的道理呢 怎么没有一并前来 小仙修的是无情道 小仙的相公 为了成全在下 心甘情愿寄贱而亡 萧黎露出惋惜的表情 原来如此 真是一对友情人啊 我 以前没发现 路遥这么正直 高冷的人说起谎话 竟然如此理所当然 以前更没发现 萧黎这么天真 这么缺根筋 不想再和白锦 路遥这对狗男女打交道 我拎起萧黎的领子离开 哎 等一下 萧黎最后咬牙 用一个法宝 换了那串子仙精手链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神尊 你说花神会喜欢这串手链吗 我无语片刻 差点就把 她不仅会喜欢这串手链 她还喜欢你 这句话说出口 八百年了 这俩相互暗恋八百年了 还没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做到的 花神谷 在我揪下第三朵花的时候 花神忍不住现身道 老祖宗 我哪里得罪你了 我微微一笑 汇聚灵力 将被我摘掉的花 重归云貌 我问 你喜欢萧黎就赶紧表白 小狐狸天天缠着我 给你买东西 我都快折瘦了 花神脸一红 捏如这嘴唇说 我能怎么办 我大萧黎那么多 我怎么知道 她是一时兴起 还是对我真心实意 我表白之前 得自己想清楚啊 好好好 你想吧 你最好 再想八百年 到时候 萧黎估计都能和别的 母狐狸生一窝了 再说 花神瞟了我一眼 一有所指的说 我倒想和尊者你一样 活得潇潇洒洒 花神和我岁数相仿 辈分相仿 这九中天 和我一个辈分的 基本都已经成为 不出事的老头子了 就剩下一个花神 看来她已经知道 我和陆瑶的事了 我耸了耸肩膀 一段前缘而已 花神细血地笑 你的前前缘呢 花神不正经地眨眨眼 往下指了指 西海的那尾 我眸色闪过一丝 难以察觉的痛 成笑 我早就忘了 花蜜了眯了眯眼睛 口是心非 陆瑶长相出臣 白瑶是自己 巴巴地凑上去的 陆瑶对白瑶的态度 和当初对我一样 不主动也不拒绝 有了白瑶这座靠山 陆瑶这个刚飞升的小仙 一时间声名鹤里 有仙者问陆瑶 他当初飞升的时候 赤连上仙有意为难 对此 他有什么想法 陆瑶闽唇轻笑 我不知哪里得罪了赤连上仙 不过天道并非赤连上仙 说了算的 想要打压我 光靠赤连上仙 还不够资格 仙界一下子传开了 都在说小赤连的不是 我听说后 不由得冷笑 以前懒得搭理陆瑶 是因为顾念着 最后一点情分 再加上我格局摆在哪 如今陆瑶竟然颠倒黑白 舞到我面前了 我捏碎了折扇 折扇书弟幻化一柄长剑 下一秒 我顺移到了陆瑶 陆瑶在仙界的居所 陆瑶正在庭院舞剑 感受到一丁点细微的声响 还没来得及聚集灵力 下一刻 我的剑锋轻轻松松地 抵住了陆瑶白皙修长的脖梗 陆瑶面色一白 抬头瞪向我 是你 陆瑶知道 我是九中天的神尊 哪怕用尽修为 都比不上我一根手指头 他咬紧牙关开口道 你不能这位对我 天道不允许随意示先 我打从心底感到可笑 天道还不允许随意杀凡人呢 当初他还不是为了非生 与陈瑶长老一同算计我 杀了我 剑任毫不留情地 往他的脖梗处破镜几分 陆瑶做人的时候 乃是人间 各大宗门谁敢拿剑这么对他 他如今在我面前 只有瑟瑟发抖的范儿 他面色惨白地不敢说话 我妈撒着泛着寒光的剑 陆瑶 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天道 我就是天道 我心情好于是 诞生了天道 我心情不好 随时随地能将天道磨面 朱砂 他拿天道压我 天道算个什么东西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叫陆瑶 陆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自从非生后 不曾以凡界的名字示众 我挑了一下眉头 既然被拆穿了 我索性捏了个绝 变成了姜凡的样子 看见我的瞬间 陆瑶的瞳孔骤然紧缩 是你 你没死 很好奇吗 为什么我没死 我的指尖捏住他的下巴 陆瑶痴痛的闷哼一声 原本你可以做九仲天的女主人 你却要去做一个西海小龙的玩物 赤莲上先和我一脉 原本我打算 以这九仲天作为聘礼来迎娶你 结果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知死活又撞上来 惹我无所谓 但是编排小赤莲不行 九仲天都知道我最后犊子 我眯起眼睛 见见下一道陆瑶的胸口 就是这儿 你当初赐我的地方 我运转灵力 残忍地将剑刃 缓缓地捅进陆瑶的胸膛 陆瑶神色一变 催动全部的灵力攻向我 本来以陆瑶的灵力 根本伤不到我 然而我却不知道 白景什么时候 将西海的镇海法宝交给了他 我闪避及时 同时震碎了陆瑶的仙骨 陆瑶瞪大了眼睛 猛地吐出一口血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 在陆瑶越来越惨白的脸色下 我一字一顿 含着恨意说道 陆瑶差点先语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仙剑 白景气急败坏 却对我毫无办法 听说他为了修补陆瑶的仙骨 不惜动用西海全部的灵真一宝 我缩在花神谷 精神不振 哟 老头子也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你把你前缘杀了 我发了个白眼 我不老 我才活了几亿年 另外我没杀他 不过就是废掉了陆瑶的仙骨 削掉了他的全部修为 还重创了他的经络 而已 以陆瑶的状况 以后只能做个废人 他高高在上久了 做一个废人 对他而言简直生不如死 花神听完 给我比了个佩服的大拇指 对了 我看向花神的手腕 那串子仙金 是萧莉送你的 花神顿时摆出一副娇羞的样子 哎呀 你真讨厌 我 臭情侣 自从花神和萧莉互通心意后 他俩成日地用临时沟通 有时候还要保密通话 我原本就念的精神更难受了 直到有一日 花神突然严肃地说 小赤莲出事了 白井那个胆大妄为的混账 竟然亲自带着虾兵蟹将 来到九中天炉走了小赤莲 我和花神直接杀到西海 原本平静的西海 如今天雷滚滚 四周泛起了灵光 花神说 不好 是西海的护海大阵 四海八荒 皆有自己的灵石 西海全部灵石构建成的大阵 哪怕是我一时半会儿都破不开 我紧紧捏着拳头 白井 你个废物 给我滚出来 不多时 白井从海面一跃而出 拿着三叉戟瞪着我 你随意是先 算什么神尊 今日我西海 势必要讨个说法 我不欲和白井废话 职切主题 小赤莲呢 你废了路遥的仙谷 我自然要用别的仙谷顶替 白井的脸上 慢慢浮现残忍的笑容 三叉戟点了下海面 波涛汹涌的海水 一分为二 浑身是血的小赤莲 出现在我面前 小奶娃颤颤巍巍地 睁开眼皮 虚弱地唤了一声 老祖宗 草 我直接提剑 朝白井劈了过去 白井早就有所准备 大喝一声 开启法阵 西海深处冒出无数灵光 汇聚在白井的三叉戟上 他硬生生抗下了我这一击 花神想要助我 然而他虽年岁大 修炼的招数却并非凶招 一时半会儿被法阵牵绊 白井有阵法加持 时不时还用小赤莲乱我心神 渐渐地 竟然和我打了平手 哈哈 你太弱了 双目赤红的白井放声大笑 殊不知他自身汇聚了 多道灵力 就差一线即将走火入魔 我拖着时间 静静等待白井走火入魔 自爆王的那一刻 花神尖叫一声 我心神一紧 连忙扭头看过去 白井抓住机会刺向我 轰隆 突然间 天地劈开一道锯口 一道金色龙影 盘旋飞腾而至 不留情面地用尾巴 狠狠扫过白井 这道金龙有些眼熟 我面色一僵 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哪怕白井第一时间 用三叉戟防身 还是被这一下击得吐血 金龙化作人形 一道红衣倩影悬空 冷漠的屁腻白井 长本事了 趁我闭关修炼 偷我的三叉戟 还私自开启大阵 轻轻冷冷的嗓音 煞时间浇灭了白井 嚣张的气焰 连说话都变得磕磕巴巴 姐 你 你提前出关了 我若不出关 这西海怕是要被你 弄得生灵涂炭 白饶伸出手 白井的三叉戟 眨眼间回到真正的主人手里 白井卑躬屈膝地低下头 不敢吱声 白井 你身为西海龙王 却任性妄为 偷我法器 擅自开启西海大阵 判处踢去仙谷 丢去深潭守护龙族世世代代的坟墓 白井的瞳孔骤然紧缩 不 不要 姐 你不能这么对我 话音未落 白饶冷着脸 抽出了白井的仙谷 白井下一刻险形 绝望地趴在海面上 海平面再次分开 白井被海水淹没 一切归于平静 花神将小赤莲抱入怀里 小赤莲临时受损 幸好仙谷还在 我忙不迭 就要为小赤莲修补破损的灵脉 白饶拦下了我 霸气侧漏地来了剧 滚到一边去 我嘴角一抽 哪怕我是天道老祖宗 是九中天的神尊 在白饶面前 气势无端地弱了几分 白饶闭目开始运转灵力 他灵力身后 没过一会儿 小赤莲就被治好 我的灵力有限 除了我传送灵力疗伤外 他还需要去灵池自愈一段时间 白饶说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送他回灵池 好 我一口答应 赶忙送小赤莲回了灵池 花神用带有深意的眼神 看了看我和白饶 嘴角一弯 自觉消失 重新回到灵池 我紧张地看着陷入沉睡的小赤莲 恨不得运转灵力 立即治好小赤莲 别白费力气了 西海大镇 虽然不至于让你治死 但是足够你二百年 使不出灵力 白饶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 高贵美艳的眉眼 玲珑有志的身材 别说路遥一个烦人了 九中天所有的女仙加在一起 都比不上他 我皱起了眉头 明明我是一个纯爷嘛 然而因为当年和白饶做了些荒唐事 所以现在看见对方依旧打出 白饶顺移到我面前 金灿灿的眸子盯着我 神尊 江凡 你到底玩够没有 我一愣 干脆装傻到底 什么 白饶咬着牙骂我 你就是个胆小鬼 王八蛋 当年白饶还是一条小龙 我游历经过西海 见小龙便心生喜爱 那时的我不知 那竟就是动心的感觉 在我的点画下 白饶天资聪颖地学会 幻化人形 与我荒唐了一段时日 后来我算出白饶是修炼的好苗子 自觉会耽误对方 于是悄然离去 白饶来九中天闹过多少次 我怂了 闭门不见 你说怕影响我修炼 我日日夜夜闭关 如今我的灵力仅在你之下 可你呢 跑去凡间 给我戴绿帽子 白饶握紧拳头 眼眸凶光碧陷 信不信 我现在就去杀了那个凡人 谢谢 不必了 陆瑶和白锦都踢出了仙骨 这种惩罚已经够了 白饶咬牙道 很好 你果然还喜欢那个凡人 我差点被这一句话呛死 白饶 我认真的说 白饶停下所有的动作 静静地与我对视 我叹了口气 舒然间拉他入怀 白饶身子僵住 这个怀抱他 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磕磕绊绊地说 就是 你相信我能生孩子吗 白饶用一种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 可 是真的 我虽然是男人 但是由万物至灵化形 严格来说 我没有性别之分 我和白饶情断之后 回到凌迟 日日夜夜思念白饶 哪怕打坐的时候 脑海中白饶的影子依旧抹不去 思念灌注到我打坐的莲花 莲花化行为小赤莲 我委婉地说 所以 从某个角度来说 有你才有小赤莲 小赤莲是你的玩儿 之前还说自己灵力有限的白饶 下一刻就把自己的灵力 都传到小赤莲的身上 小赤莲犹如一夜之间打了肥料 整个团子都金光灿灿 过来 白饶笑得十分温柔 我是你娘 小赤莲对白饶并不排斥 怯生生地将手递到白饶的面前 任由白饶牵起来 她好乖 白饶眼睛一亮 下意识地看向我 紧接着猝起了眉头 就是玩儿她爹不听话 要不要去附流子呢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发誓我这个海王 肯定就此收心 一声一试 只挨一条龙 白饶哼了一声 想陪在我身边 先把欠我的拜堂里补上再说吧 我轻轻一笑 在她的额头敷上一吻 那是自然 增加人 空间 未经议 超多 mans 撒